妈妈想你 姐姐 妈妈想你 妈妈真的好 好想你 愿起21号因职场来病逝 举悉29号的告别是 于天吉利亚平最大心愿 是以音乐会行事举办 替女儿完成生前的音乐梦 而长眠地选在基隆 将与综艺天王诸葛亮当邻居 灵堂今天开放吊宴 政治圈 演艺圈有多位好友前来慰问 诸葛亮的儿女演艺同到场 她放下了她的痛苦 我也希望我放下 让她好好走 可是我这个做妈妈的 我真的放不下了 我随时随时都想再看到她 我随时随时都想她再抱抱我 我再抱抱她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希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 过得很好 很快乐 妈妈想你 琪琪 妈妈想你 妈妈真的好 好想你 谢谢你们 妈妈谢谢 谢谢 看她每天都这样子哭 我说拜托你不要这样一直哭 琪琪也希望你不要哭 你不要让她走不了 放不下心 没有啊 我就是一直希望 看能不能梦到她都根本没有 希望这个院袭呢 这个离苦得乐 我们相信她在 已经在天上来做一个很美丽的天使 我有劝他们说 要不要到花莲来一起当邻居 余大哥跟雅萍姐 老实讲年纪不小了 不能再这样伤心 该放下来还是放下 前几天我一直觉得 好像没那么严重 是不是还好 因为很勇敢已经撑八年了 也很少人撑那么久 那我以为既然撑那么久 可能就会撑过去了 但没想到就还是觉得很突然 最理解这种心情的是我吧 人们的关心都走了 哇 这个时候思念啊 什么挫折一下子全来 所以她一定要 把身体健康起来才熬得住 琪琪她有交代说 她其实是去添加 那请大家不要难过 刚刚余大哥在里面跟我们聊的时候 我觉得她还是忍住她的这个 自己的情绪 那她非常爱她的女人 我们都看到 也给我们这一座父母的一个 怎么讲 一个爱的榜样 其实不容易 李翔泉 然后琪琪他们 熊美经常都会在摄影棚里面 然后我们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这样子 而且今天看到这个场面 我觉得真是非常难舍 这一两个月从 从朱丽敬走 然后前几天爱诚走 哇 其实 哇 内心感受很大 我觉得 每一天都很重要 希望在场的每一位 大家都能渐渐看看快乐的过日子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